丹安区龟壳里的海域沙滩上 长满了外来植物护花米草 严重破坏当地的湿地生态 尽管市府年年都有规划挖储作业 但这护花米草的数量依旧是相当的多 也让地方是头痛不已 当立长表示 希望市府未来在挖储之后 如果还有幼草长出来 再动用人工拔储 才能有效的抑制护花米草的生长范围 看到了现在已经可以骨骼 原来这些转步都会是 指着沙滩上的绿色植物 里长语气无奈 这些全都是外来植物护花米草 不仅压缩原本云林管草的生长空间 也严重破坏当地的湿地生态 许多招巢蟹和弹土鱼的数量 都渐渐减少 让地方市相当忧心 原地这个地方本来都是云林管草 显出时已经整个都是去护花米草 给它挤压 所以这些云林管草又没去 当然也应用到我们近海这些糟草社 所以显出时这些糟草社 都要看这个没错 地方表示由于护花米草 具有耐盐分、抗水烟以及高繁殖力等特性 十多年前就大举入侵丹区龟壳里的海域沙滩 尽管市府年年都有规划挖厨作业 但护花米草的数量还是很多 因此当地里长也希望未来再挖厨后 能够再以人工的方式拔除幼草 才能够有效抑制护花米草的生长范围 每一年虽然都花很多钱来掩埋 不过是没办法来组织它这个生团的速度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市政府可以来同时 当时希望可以邀请车专家 来这个地方 来同时来做一个县堂的毁坎 看能够提出什么种清洁的政策出来 也因为护花米草会导致湿地土壤陆地化 因此又被称为湿地杀手 而地方也期盼相关单位能够投入更多心力 让护花米草能够早日获得根除 恢复湿地原有的丰富生态 记者宠宠台中采访报导